看見行動圖書車開進學校 小朋友迫不及待 跑向前拿自己喜歡看的書來閱讀 新一鄉公所在四月份 接受企業及工藝團體捐助的一部 行動圖書車 十月份就開始上路 希望可以讓小朋友閱讀 各式各樣的書籍 看到新書本的小朋友都很開心 只不過快樂是出現在小朋友臉上 大人們卻苦在心裡 因為圖書車沒有辦法天天開 加上沒有專職的司機來開車 以及油料保養等費用 都還必須由鄉公所自行另外開支供應 現在行動圖書車的出車率低 每星期只能跑一兩趟 因為我們還沒有分配油費 還有司機還有他的尾扇 也沒有想到配一個司機 然後在這個還要保養 還要油費 像我們的話 我們希望是說我們的司機是固定 我們要怎麼出去就馬上出去 現在是我們還要派那個派車單 給那個總務才可以出來 我們在101年度 我們都有編這樣的經費 那現在就是可能在司機的部分 可能要就是說要從內部重新調整 就是要找一個專門在開那個圖書車的 那個一個司機 所以我想說我們可以把它發揮到 一個最大的效益 就是說希望這一個禮拜最少能夠跑兩天到那個部落 公所表示明年度預算到位後 行動圖書車才能再次正常上路 目標是希望至少每週固定兩趟全鄉巡迴 每一站停留半小時到一小時 但現階段還是會每個星期到隔週 至少開到學校一兩趟不讓孩子失望 記得No 南投心意採訪報導